我們現在會繼續講到辨別諸靈 在我今天傳給你這個資料 第一就是辨別諸靈就是辨別邪靈和天使的存在 辨別有什麼樣的邪靈 即是哪一種的邪靈 這個就是辨別諸靈 就是說能夠分辨到是什麼的邪靈 和有沒有邪靈的存在 這個因此是對於我們和人說邪靈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如果它敏感到別人身上有邪靈 就可以幫助我們去告訴我們 它身上有邪靈或者是哪一種的邪靈 我們更加容易幫它做釋放 在《以弗所書》6章12節那裡講到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因為我們的侍奉是與邪靈爭戰的 當然我們主要的幫助人就是教導聖經 幫助人教導聖經 以及親近神 遵從神 這個是最主要的 但是如果有人有邪靈 或者被邪靈影響 我們是需要分辨到底是有什麼邪靈 或者是否真的有邪靈呢 這個是見滅諸靈是有幫助的 不過就算沒有這個恩賜 我們一樣可以分辨到有沒有邪靈的存在 那我自己的分辨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首先和它聊天 幫助它建立和神的關係 就是它和神的關係是怎麼樣呢 然後呢就幫它處理生命 它生命中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那為什麼我會先做這兩樣呢 因為這兩樣呢就是會影響 它和神的關係 和會不會被魔鬼留地步的 如果它有被魔鬼留地步的話呢 當我們幫它去建立和神的關係 又處理生命和進入神強烈的同在呢 聖靈就會將它裡面的邪靈彰顯出來的 尤其當我們呢 帶著它投入去祈禱 投入去愛武神的時候 如果它有邪靈呢 它就會彰顯的了 那我也試過很多次呢 就是和有些人祈禱 尤其是按手祈禱的時候呢 它整個人硬了 或者身體某一部分硬了 在聖靈中跌倒都有兩種的 一種是軟的 是舒服的 另一種是硬的 硬的那些 很多時候呢就是有邪靈在裡面了 或者有些人會懼怕 那一樣呢 是我有時會用的 就是呢 它有沒有覺得 蒙蔽呢 那這件事是非常之真實的 就是我們 在這個經驗呢 這個經驗那裏 發現到 那這件事 都沒有違反聖經 雖然聖經沒有說這件事 但是聖經有講到呢 邪靈是會攔阻我們和神的關係的 但是怎樣蒙蔽呢 聖經是沒有講到的 那我和 啊 都試過很多次 我和人講邪靈的時候 我就看著他的眼 那這個是有人 就是提議 可以看著他的眼 那就 然後吩咐邪靈在裡面走出來 那當我這樣做的時候呢 就發現呢 有些人呢 他就說呢 我看到你的眼睛很蒙啊 是好像呢 有層霧氣那樣 那而一個最嚴重的情況呢 是非常之 肯定的 就是他告訴我們 立刻呢 他說黑了 就是他看到我們眼的時候呢 是臉上好像黑暴那樣 攔阻住 那這個呢 就是他的邪靈呢 那個 蒙蔽他的程度去到呢 直接是不讓他看到 有人和他趕邪靈的情況 那 後來趕邪靈呢 一直和他趕邪靈呢 他就越來越清了 還有那個人呢 又說 好像一塊黑的布 蒙著眼那個呢 那他呢 那他呢 就說呢 不是他不是懷疑 是呢 在趕邪靈的時候呢 他整個人好像 好像立刻 軟了 就是好像立刻昏迷 但是他告訴我 他不是昏迷的 他就 整個頭就倒了 眼睛閉著 好像 好像個人暈了那樣 好像 但是其實他是 他說我聽到你說話的 我有知覺的 但是呢 他呢 就在那時候呢 就好像沒有了反應 但是我們繼續和他說邪靈呢 他就開始有一些反應了 那這個也是一種邪靈的蒙蔽的方式 那 那 就是說有任何這些邪靈的彰顯呢 我們就知道有邪靈的存在 就是就算我們沒有辨別諸靈的恩賜 我們帶他進入神 強烈的同在 愛慕神 感激神 讚美神 然後呢 跟他講邪靈的時候 尤其是看著眼 那有些那些硬的那些 有些我都沒有看著眼的 就這樣和他祈禱呢 一會兒他就硬了 或者是 有些呢 就會有強烈反應 譬如會 身體很強烈的震動啊 失控啊 這些都是有邪靈的現象啊 那這 雖然呢 我們 就是我本身沒有辨別諸靈的恩賜 但是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知道他裏面有邪靈了 而我發覺 我也都不一定要知道邪靈的名字的 有些人呢 他會問啊 耶穌也有問啊 但是 耶穌就不用說 啊 他因為問那個人 那個人就說 是要裙啊 因為有很多 很多隻邪靈在裡面 但是耶穌也不用說裙 你要走 就是耶穌不是這麼說的 耶穌就直接吩咐他走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都不是一定要 就是 講出那個邪靈的名字 因為有些人呢 就覺得 一定要問到 知道那個邪靈的名字呢 才可以講到 那這件事是 不是一定的 所以 便滅諸靈是有幫助 但是 就算沒有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那個邪靈的名字 都不重要的 或者問他 他沒有反應 都不重要的 總之我 繼續帶他 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和神有親密關係 愛慕神 感激神 和處理生命 處理生命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時候呢 有邪靈彰顯 就奉耶穌命 趕他出來 並且叫這個人合作 怎樣合作呢 就叫他 肯聽耶穌的說話 遵從神 愛慕神 渴慕神 神就會祝福他 那時候 他就會有神 強烈的同在 就算沒有便滅諸靈 都不需要便滅諸靈的恩賜 我們都可以看到他 就是將他裏面的邪靈 趕出來的 那我講到這裏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呢 就是我所講的就是 有不同的方法 知道他是有邪靈 就是和他祈禱 將他帶他進入神 強烈的同在 更加被四年充滿 一路愛慕神 讚美神 然後呢 他有幾樣的反應 可能是身體僵硬 或者身體某一部分僵硬 或者整個人很強烈的身體的反應 震得很緊要 踢得很緊要 搖得極度緊要 就是極度緊要那種 不是輕微 不是可以控制那種的 還有呢 就有時候會說一些說話 是敵黨神 奏座神 這些說話的 或者是看到眼那裏 蒙蔽 就是蒙了的 這個情況是 很多人都試過 是有眼睛那裏蒙了的 這個都是告訴我們 這個人有邪靈 然後跟他講邪靈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問關於這方面 我呢 之前呢 聽了一位姐妹分享 她常常去這個醫院的時候 去探訪病人 為他們祈禱 祝福那樣 但是她說 她那次呢 就 因為 可能是不記得 就是可能 不記得 穿上這個軍裝 那她就去探望病人 之後回到家裡 她的感覺呢 全身僵硬了 就好像穆斯說的情況 僵硬 但是真的 那變成了之後 她丈夫為她祈禱 祈禱之後呢 她就開始鬆綁了出來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我的解釋 就是因為人的生命有破口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 她和神關係是不是密切 第二就是她有沒有處理生命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被人影響罪 這些呢 就是影響她的 我知道有些人呢 她們就會做這個 村上軍裝 就是讀 《以弗所書》六章那裡 所讀的經文 我想說一點的 當一個人真心相信這些 軍裝所說的內容 真理啊 公義啊 呼音鞋啊 救恩頭盔啊 聖靈的寶劍啊 她相信這些 又真心相信這些 真理上呢 她就算沒有讀 她也有神的保護的 而有些人讀呢 根本就這樣讀過呢 也都不代表她有神的保護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這個 毒這個呢 並不是必定的 也都不是因為沒有毒 所以有邪靈攻擊 而是她生命裡面 是不是真的有真理 有公義 她行為是不是有公義 是不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這個就是個原因 就是 罪和人的影響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有很多人就覺得 基督徒總有這些情況的 或者是 我家人對我不好 所以我總是會不開心 這個就是一個普通人的 他們的原則 但是在神裡面來講 我們就知道 憂傷的寧死骨枯乾 所以我們任何的被人影響 憂傷煩惱 不開心 不饒恕 憎恨人 這些都是罪來的 都是會帶來破壞性 我們就選擇跟從神 因為神會祝福群聽祂說的人 我就親近神得力 然後我處理生命 刻意處理生命 我必然凡是祝福 這樣的時候 就不會被邪靈攻擊 譬如我自己 和人講邪靈的次數是非常多的 我去宣教做很多 在香港也做過不少 我沒有用這些人的方法 我只是親近神 處理生命 我就跟人講邪靈的 我並沒有覺得有邪靈攻擊這件事 在我身上 所以我就覺得主要就是 我們同神關係和處理生命 這個就是我的答案 因為我也有聽過有些個案 就是有一個師母 經常去醫院探訪 之後他有患癌症 其實是不是與此無關 其實在醫院裡面 生老病死 我相信都是有靈界 在當中的 經常去探訪醫院 就是會不會不多不少會沾染到這些東西 我們就要相信聖經 聖經說 耶穌說 我已經將自給利權並 可以佔佔蛇龍蠍子 有聖國受敵一切的能力 斷活有什麼能害利滅 聖經是這樣說的 我去醫院探病人都不少次數的 所以這個是同 就是說 是不是去到醫院 就有邪靈攻擊 有些人如果相信這件事 他就說 我不去醫院了 你出了醫院我才來探訪你了 這些就是一些錯誤的教導 令到人去害怕 對於靈界的事情害怕 耶穌就說不用害怕 我已經踐踏石和蠍子了 斷活有什麼能害利滅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些錯誤的教導 令到有些人對於靈界 或者為人祈禱 或者去醫院 或者說邪靈是懼怕 這個我就覺得 是耶穌吩咐我們去做 耶穌說什麼呢? 有人病了 我病了你就探望我 但有人說 哎呀你病了我不敢探望你 因為我怕惹到邪靈 這個就是我覺得 將真理倒轉了 OK 就是他有癌症 其實我們對於有病 不要看得一定是 就是好像邪靈攻擊 有時候就是 可以就是 人的身體 他本身的健康問題 第二就是他有沒有健康處理生命 比如他吃的食物 睡眠 情緒 代人之物 每一件事他都處理的時候 他人更加輕鬆 他身體更加健康的 那 就是我覺得這些是一些的因素 就不要說了一定是邪靈的原因 牧師我想問 有個人 他聽到 或者去一些 是的 有些熟靈的教導的地方 就會假裝睡 就是 睡得很厲害 一說完 他又醒了 是不是有邪靈呢? 怎麼處理他? 兩個可能性都有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根本他就沒有興趣聽到 或者他不能夠專注 那這些都是一些可能的可能性 那或者有邪靈都未定 就是我就說 如果是邪靈 我們測試他 是不是有邪靈呢? 有時候有些人 根本他就對於聽到沒有興趣 不能夠專心聽到 不是的 他專門報名 都很貴學幣的 所以這個要問回他 問回他 你聽到的時候 你為什麼睡了覺? 是什麼原因? 他都不明白為什麼 他都不明白為什麼 有時候有些人 他真的會聽到 就睡了覺 有一個方法就是站起來 站起來後面 動一下動一下 這些都是一些方法 如果真是邪靈的 邪靈是可以控制人的身體 如果是有邪靈的話 他應該在其他時候 都有邪靈的存在 就是都有邪靈的影響 就不只是在他聽到的時候 如果聽到的時候 因為有些人 真的是 他是很容易聽到就睡了覺 這個真的是有些人的思想 不能夠集中 我就覺得 問回那個人 到底是什麼原因 就不要判斷一定是邪靈 或者是都未來 就跟他測試一下 好 復師 怎樣測試? 怎樣可以測試他? 我早點就說了 但是他進入神 首先跟他幫他處理生命 深信神的愛 他跟神的關係是怎樣的 就是他了解 然後就幫他處理生命 為什麼要處理生命呢? 因為一個人 他生命裡面很多破口 他又生氣人 又不要說人 又情緒化 即使我們跟他祈禱 他都未必這麼容易經歷聖靈 當然有些人 就算我們跟他說完 他可能都不處理生命 他都未必能夠經歷聖靈的 這個看我們去到什麼 即是他願意去到什麼位 然後帶他一路讚美神 愛慕神 也可以為他按手祈禱 由在按手祈禱 感受到聖靈強烈的同在 我們就可以奉耶穌明 和他講邪靈 也可以叫他看著我們的眼 其實看著我們的眼 只是一個有些人發現有效的方式 我都發現是有效的方式 可能那個解釋就是邪靈在裡面看得出來 所以看到我們的眼 即是我們都很多次測試這件事 邪靈看到外面是會有反應的 然後他有反應 我們就會說 即是你 就趕邪靈 趕邪靈的時候很重要是信心 即是我信 耶穌是赦免我救我的 我真心信靠耶穌 耶穌赦免我救我的 我又處理生命 耶穌是喜悅的 耶穌一定來到的 邪靈不可以留在這裏 因為這個信心 耶穌一定幫我的 我跟從耶穌 耶穌一定幫我 邪靈是沒有地位在這裏 他有這個信心的時候 我也是有時候會叫人吹氣 這也是一個我們發現有幫助的東西 不是絕對的 有什麼根據呢 耶穌向門徒吹一口氣 他們就說你們受聖靈 這裏就講到耶穌吹一口氣 他們就受聖靈了 即是說聖靈可以透過吹氣傳遞 即是可以透過按手 因為身體的接觸可以傳遞 也可以透過氣 因為我們裡面神的聖靈同在 透過我們的氣去領受 這件事也是我們多次的經歷 有些人說 你什麼是要跟從聖經講的方式 有些人沒有講 我怎知道是對還是錯呢 我的答案就是這樣 有些方式是聖經說了的 按手聖經說了的 這個一定是沒錯的了 有些方式聖經沒有說 不過呢 用起來的而且它的幫助 又沒有違反聖經任何原則的 即是沒有違反聖經任何原則 有些的教導 譬如先講到這個 經常都講到什麼情況 都是邪靈攻擊 就沒有講到人的問題 我就覺得這個問題在人那裡 人有破口就給邪靈攻擊 這個就是一個錯誤的教導 因為違反聖經的原則 斷會有什麼能害你們 就是我們愛神、親人神、處理生命 是沒有東西能夠害得我們的 我們就有這個信心 有些做法是聖經沒有說錯的 譬如聖經沒有講到今天 用這些電子產品 網上的網絡 聖經沒有講這些 但是呢 又沒有違反聖經的原則 沒有違反聖經的教導 而我們用起來又能幫到人的 這些是我們可以用的 所以譬如輔導 輔導當然不能夠解決一切問題 一定是用屬神的方法輔導 用神的方法輔導 帶領他 明白真理 處理生命 這些是不會違反聖經的 所以我們就說那樣的方法是沒有違反聖經 我們可以用 而用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可以繼續用的 譬如說催器 一個就是催器幫人經歷聖靈 這個東西是我多次做 我也都見過一些恩高服侍者為人做 是真的經歷聖靈的 譬如安卡羅都曾經和我催器 一催器馬上整個人 遠了經歷到神的平安、興省的 那 好了 既然聖靈可以透過催器傳遞 邪靈都可以透過催器 推出來的 因為邪靈都是來自天使 天使都是聖父聖之聖靈所創造的 所以他都有聖靈的一些 某些質素 他沒有聖靈的平安、喜樂、公義、聖結 他沒有這些 但是他有一些質素 就是譬如說 他都會受音樂影響的 所以很多異教都會用音樂的 和異教都會按手的 那我們怎麼知道按手的人 是可靠的就是他的生命 他和神的關係 他是真的愛神、遵從神的 他處理生命的 他的果子也是建立人的靈命的 這些我們就知道他這個人 是走在神的路上 並且他為人按手的經歷是正面的 我們就知道他是帶著聖靈 不是帶著邪靈 這些都是一些方法去驗證 那些邪靈那些 很明顯他生命 他又不信耶穌 他又不跟從耶穌 他又犯罪 這些就顯示他按手可以傳遞邪靈 同樣邪靈可以透過催器傳遞 所以那些人有邪靈我就說 你放心你相信神愛你 神祝福你 邪靈沒有地位在生命中 你就依靠耶穌 由你吹祂出來 就是說邪靈都可以透過我們的氣 吹出來 那我自己發覺很有效 有一次是很明顯的 其實有很多次數都很明顯 不過這一次是特別明顯的 就是有一個人 我一跟他講邪靈 他整個臉 整個頸 是那些紅筋都顯出來 還有臉都紅了 那他就很硬 就是很硬 那當時我就有一個這樣的意念 哇他這麼硬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那我就說 你放鬆吧 吹他出來 他放鬆一吹 立刻鬆了 然後我又跟他講邪靈 他又再次來過 又不斷紅了 又有些血管膨脹 我又叫他放鬆 吹出來 那我發覺呢 都是重複這樣做的時候 他真的是那些邪靈 一路一路趕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 這個方法有效 又不是反聖經的 我們就可以用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其中的方法 就是測試 測試我先講到 在聖年強烈同在的時候 他的反應 然後趕的時候 就是奉耶穌門去趕 也都可以叫他吹氣 或者放鬆自己 那我問一下你 什麼時候開始領受這個 這個恩賜 還有一個人如果領受了之後 是不是以後都會有這個恩賜的 可以使用出來 或者是會有失去的時候 其實呢 趕邪靈 不是一個 馬可福音十六章 十七節那裡 信的人被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命趕鬼 所以這個是權兵來的 也都 有些人是有強烈的趕邪靈的恩賜 但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有這個權兵的 所以是任何基督徒都可以趕邪靈 在我經歷聖靈沒有多久之後 其實在幾天 因為有一個教友 他家裡很多偶像 其實他信耶穌都是很軟弱很軟弱 就是他信的程度 我不知道去到什麼程度 他去到聚會 那個恩卡羅的聚會 進去馬上覺得很不舒服 出來又舒服 但是他又不敢 他不敢去和那些人一起 去接受按手祈禱 完了之後才找我和他按手 那時候和他按手祈禱 都有反應了 就是他覺得有些東西 在手指腳趾走出來 也都後來就有 就是我聽到有人說 有契過觀音那些 要和他斬斷和觀音的關係 斬斷這些契約 當我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一個教友就說 我都是契了觀音的 我們就和他斬斷這個契約 然後就幫他建立和神的關係 處理生命 然後奉耶穌命和他趕斜靈 接著他就變成了整個人 他最初真的很 他的表現是很愛主 很喜歡神的 但是當我們和他趕斜靈的時候 他變成了好像咆哮的獅子 在那裡敲叫 還有那些手指是這樣刮在地上 刮到那些手指甲全部黑了 這個很明顯就是他裡面有斜靈 我們就和他趕斜靈 這個是一個在我經歷聖靈之後 第一次比較強烈的趕斜靈 第一次就是 趕斜靈就是在安卡羅的聚會之後幾天 其實任何基督徒都有拳命趕斜靈 但是呢 趕斜靈的人應該 是建立和神的關係 處理生命 處理一切的罪 我們有任何的罪 我求主赦免和刻意去處理 有任何的情慾 憤怒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都刻意的處理 這樣的時候呢 就可以放心去為人趕斜靈了 那我也都試過有一次呢 就是 在我們教會的聚會 有一次的小組聚會 有一個人呢 就在祈禱的時候 有邪靈彰顯 他說很兇惡 我看著他的眼 鳳爺宗明邪靈要走 他馬上轉頭 他就看著另一個組員 那個組員馬上嚇到整個反彈 跌落一個梳化在那裡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小組 有梳化在那裡 後來就問回這個 開頭被趕斜靈那個人 他說為什麼你會看那個人 他說呢 斜靈知道哪個人是有破口 因為那個人有罪的破口 所以他一看著那個人 那個人馬上有強烈的反應 這個都是 就是在當時來講 趕斜靈的其中一個經歷 那又講開這個 就是倉頭這個被趕斜靈的人 為什麼這麼嚴重的斜靈呢 原來他在小時候 他就和他的妹妹兩個一起 掉了到魚塘 那他妹妹就浸死了 他自己差不多被浸死 然後被救回上來 那救回上來呢 那他就說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有斜靈的攻擊 那有很大可能是這樣的 那這個又是一個可能性 因為他妹妹在浸死的時候 邪靈就會來拿他的靈魂 那拿了他的靈魂的時候 這個人也都在水裡面 邪靈也都會走到他身上 所以接觸死的人 而那些人是不信的 是有邪靈的 是很大可能那些邪靈都會 傳去那些 接觸死了的人的身體的人 那我們譬如有親人死了 那是不是我們不能碰呢 不是 只要我們呢 祈禱親近神 生命沒有破口就沒有問題 但是呢 如果生命有破口 又不信耶穌的人呢 我就會建議 就不要去接觸那些死的人 尤其是剛剛死的 因為剛剛死的時候 邪靈在那裡拿他的靈魂走 那時候呢 就更加容易 就是沾染邪靈 我都有另一個個案呢 就是我在外國的時候 有一個西人 他就說呢 他曾經跟一些西人一起 就做一些不好的事 偷人的單車 電單車 就在一些沒有燈的路上 是在那裡很快速的走 那這個 就是我認識那個人 我就幫他講邪靈了 那他就說 看到那裡這麼黑 他說太危險了 我不會進去 那他就沒有進去 但是他的朋友就進去 進去的時候呢 又有另外一架 他們的 就是幾個人 偷了一單電單車 就在那裡有入 有出 接著呢 就撞 傷撞了 就有一個人馬上死了 而這個 認識我的西人呢 那他呢 就 立刻抱著那個死了的人呢 他就即時呢 他就用一個字 就是black out 他的意思是 立刻失了知覺 那然後呢 他當晚做夢 睡覺的時候呢 就看到邪靈了 看到邪靈向他 激笑 在那裡笑呢 就是他以後就有邪靈的 尖嚴 就是他接觸這個死的人的時候 就是接觸邪靈 那這個 我們有聖靈呢 就不用怕的了 那我跟那個人講邪靈很容易 因為他肯聽話 一講就立刻趕走 那這個也是 就是我們趕邪靈其實有權病 那些人肯聽話是即時趕走的 不聽話那些呢 就會 是比較難搞的 就是我試過有一個人呢 他 總是不肯搖恕她的丈夫 其實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他不肯搖恕她的丈夫呢 他 就是他那麽多一年 幾十年對我不好 我不能夠搖恕她 他不能夠說 他幾十年不好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為什麽要生氣她 生氣她 我會失去神的祝福 但是呢 他整天趕邪靈都趕不走 因為他始終生氣她的丈夫 OK 好 還有沒有問題 我想問呢 跟那些人聊天呢 如果有一言兩語 觸動了他 不知道怎樣呢 其實 可能普通人沒有影響的 但是他就有影響 就立刻呢 對方就生氣起來 或者很兇 其實這個是不是 都是一個邪靈彰顯呢 可能是 這些呢 凡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只能夠說 可能是 真的要測試 就是和他祈禱 因為可能就是這個人 經常都情緒失控 情緒 憤怒 憂鬱 是不是一定憂鬱和憤怒的人 或者是經常都有淫念的人 一定是有邪靈呢 這個不是一定的 有可能他們有 不過不是一定的 所以不能夠單憑 他們容易發怒來判斷 有可能 那我們可以測試 他是不是彰顯 有些人說 那就是彰顯 邪靈彰顯呢 我就不會說 他容易發怒 就是作為邪靈彰顯 邪靈彰顯 是當我們奉耶穌明 講邪靈的時候 他會有明顯的身體反應 或者他自己覺得 裡面有些東西 在搞動 有些負面的能量 搞動 或者他會說一些敵黨神的說話 那這些 邪靈的彰顯 當我們奉耶穌明 和他祈禱 或者他不能夠說耶穌的名字 這些都是一些邪靈的彰顯 只是單純發怒 不一定代表是邪靈的 就是有可能 可能有若干容易發怒的人 是真的有邪靈的 也都有若干發怒的人 並不是有邪靈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單憑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一個人很容易發怒 他願意說我們可以跟他測試的 就是我們都會可以懷疑他可能有邪靈 不過我們不能夠判斷 你發怒你當然有邪靈了 就是我們不能夠判斷這樣 就是比較突然 如果我們不聰明 就繼續跟他水水不休 那他就會斷絕關係 是啊 是的 這個很難測試 很難測試 是啊 他很難測試 你更加不能 是不是在心裡捆綁他呢? 我自己就覺得心裡捆綁是沒什麼用的 現在當這個人不聽神的話 是沒什麼用的 有些人就覺得 我自己跟他趕斜靈有用 其實是沒什麼用的 因為他根本經常被邪靈影響 根本是趕斜靈 你不是他同意之下去趕斜靈 根本是沒用的 啊 因為他就會跟著他就被邪靈影響 是 還有人呢 如果自己有那個問題 然後又去趕人家那個問題 是不是不行的呢? 他的後果就是那些邪靈會攻擊他 就好像我剛才說過的情況 啊 所以我們本身 就是一個動力給別人 就是不要犯罪 不要負面思想情緒 就是告訴他 是可以被邪靈攻擊的 被魔鬼留地步 OK 那牧師 那牧師我想問呢 如果我們是追求聖結的 那其實那些邪靈 會不會是想找我們去幫助他 幫助他一些解決問題 邪靈找我們幫他們解決問題 是啊 你說邪靈找我們 因為人找我們 會不會 因為 例如我們呢 本身是追求聖結的 追求公義的 但是呢 會不會說會有些邪靈啊 在這裡 就是要你幫助啊 那 那 首先呢 這個觀念呢 就是又是有偏差的 什麼是偏差呢 就是有些人就說 啊 你愛神啊 遵從神啊 聖結啊 魔鬼就來攻擊你啊 就是這些呢 我真的覺得呢 非常之違反聖經的教導 聖經的教導就是說 段會什麼能害你們 還有呢 在馬太28章那裡講到呢 就是傳呼聲 你們網譜聽 傳呼聲 這個不是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人作我門徒 不是呢 焚耶穌吩咐的 都教訓他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就是一個人親近神 遵從神 事奉神的時候 神就常與他同在 魔鬼是沒有幫法去攻擊他 除非這個人生命有破口 魔鬼會嘗試攻擊 但是他如果生命沒有破口 是魔鬼攻擊不了的 這一點呢 我希望大家深信 我們有聖靈的保護 神的保護 不需要害怕的 嗯 明白 譬如呢 譬如講到講邪靈呢 就有很多人就說呢 講完邪靈就要祈禱了 求神保守 那些邪靈出去了 不可以進來 其實周圍都有邪靈在那裡 我們 是啊 是不是呢 講完 就要吩咐他們不要回來 他才不回來呢 其實他人在罪中 他一樣會回來的 但是我們的生活是聖結的時候 我們不用叫他不回來 他都不可以回來的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一定要趕著邪靈 一定要說 吩咐那些邪靈 你不可以再回來 如果一個人不聽話 吩咐了都沒有用 如果一個人聽神的話 遵從神處理生命 他不用吩咐那些邪靈 都不敢來到他身上 比如我自己曾經 有一個人來到我們以前的教堂 因為那裡是一個社區中心 給我們一個房子做教堂 有一個人進來 他說這裡這麼乾淨 我說什麼這麼乾淨 他說沒有那些東西 我說沒有邪靈 他說是呀 我說你經常見邪靈 他說是呀 經常有隻跟著我的 我說你在那裡 在門口 我說走過去 一走過去 他說不用走那麼快 飛走了 接著走 我說你在街上經常見到的是呀 就出去看看街上有沒有 有一隻在很遠路 我就走去看看 一走一步 他說又飛走了 所以 就是我們 張從神 根本邪靈是怕我們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害怕的 但是呢 人家說 做完釋放禱告 為那些人祈禱 要吩咐那些邪靈可以回來 可不可以做呢 可以做 沒有問題 不過我意思就是說 不是一定要這樣做 那些邪靈才不會回來的 而是最緊要是 我們的生命處理好 跟神的關係是建立得強的 那時候我們一直 我兒子都經常跟我說 媽媽我看到東西 後來我們呢 幾年後呢 都搬了去另外一個地方了 之後就沒事了 其實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地方的 也是 那些人是不是聽神話 那些人不聽神話呢 是 其實可以跟著的 有些情況真的是留在一間屋 不過有時候是會跟著的 最緊要就是說 真是信耶穌 處理生命 你覺得呢 有時候有些 就是 我想說呢 靈音派是 其實是 有很多好的地方 因為它幫人經歷聖靈 對神是 有很多人更加認真的 真的有這件事的 但是呢 他們有時候呢 對於 靈界的事呢 是 很多會很強調 邪靈的能力 我都是會相信邪靈的能力 不過我會強調神的大能 還有跟從神 我們都有大能去勝過魔鬼 就是 不要就說 你趕那麼多邪靈 你去醫院就會沾染邪靈 我們是應該就是 將我們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聽神話 神就會祝福保守 那如果在家裡 我們都時時討告 祝福家人 如果有家人不信主的 我們都奉耶穌命 趕逐家裡的邪靈 那是會減少邪靈在他身上 的作為 不過呢 他始終 如果有 我想說呢 被邪靈影響 他不信耶穌 被邪靈影響 和邪靈附體是兩件事 邪靈附體是怎樣呢 就是他真是邪靈 控制他的思想行動 就是控制他的人 在他裡面影響他的 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嚴重的呢 而我們時時被聖靈充滿 在我們和他周圍的時候 那些邪靈是難一點 住在他裡面 但是雖然他不信耶穌 他是可以讓邪靈住在他裡面 但是因為我們時時和他在一起 那些邪靈是難一點的 不過不代表趕走 但是那些邪靈呢 可能那個彰顯會比較少一些 但是最好就是他 其實這個是一個方法去帶他信耶穌的 你經常見到那些東西 那你想不想脫離那些邪靈啊 想不想讓耶穌祝福保守啊 那他願意的時候就帶他信耶穌 和趕邪靈 讓他看到身上有邪靈 那就幫他真信耶穌 就是為人趕邪靈都是帶人信耶穌的 真的可以的 那時候有個女士 他經常都看到邪靈的 邪靈又禁他又抓他 又再來整他 後來一信了主之後 那個邪靈就消失了 就沒有再出現 是 他信得好就是了 有些人信耶穌 他就不處理生命 都一樣被邪靈影響的 所以就需要趕邪靈 和幫他教導他處理生命 和建立和神的關係 多些讚美神 謝謝神師 祈禱親近神 明天天父我們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神你滿有恩典慈愛 大家可以放鬆個人站起來 去親近神 多謝天父 神你是大能的 滿有能力 滿有恩典的 和主幫助我們全心信靠你 專心仰望你 尊你為聖 尊你為大 你是全能的神 全能的和 你已經踐踏魔鬼 魔鬼在你的腳下 魔鬼沒有權力反抗耶穌 當我們親近耶穌 從神耶穌 有親密的關係 都處理生命的時候 邪靈是沒有權力搞要我們的 求主幫助我們 深信神的德性 神的大能 不需要懼怕魔鬼的攻擊 只要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處理生命 我們什麼都不需要懼怕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勇敢地為人趕邪靈 也都勇敢去醫院探病 去到 為到病人 祷告 祝福他們 求主幫助我們 靠耶穌得勝有餘 耶穌是全能的神 全能的王 萬皇之王 萬主之主 能夠凡事祝福我們的 我們就全心信靠你 尊心仰望你 讚美天父 Hallelujah 歡迎耶穌 歡迎耶穌 我們感謝耶穌 我們歡喜耶穌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感謝天父 由主耶穌幫助我們 尊心跟從神 處理生命中任何的罪 並且斷絕所有和邪靈的關係 斷絕和任何罪的關係 和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的關係 讓我們脫離邪靈的影響 奉耶穌的名 如果有人拜過偶像的 我們奉耶穌的名 斬斷和這些偶像的關係 斬斷和黃大仙的關係 斬斷和觀音的關係 觀音的邪靈 黃大仙的邪靈 或者任何妙語的邪靈 我們都要斬斷和他們的關係 他們要離開我們 我們抗拒邪靈 我們徵護邪靈 我們敵黨邪靈 我們不讓邪靈留地步 求主私恩祝福 也求主的大能 臨到我們身上 奉耶穌的聖命 所有有任何有邪靈 在任何人身上的 我奉耶穌明 我吩咐這些邪靈要離開 奉耶穌的聖命 任何的邪靈 任何觀音的邪靈 都要離開 任何黃大仙的邪靈 任何妙語的邪靈 任何迷信的邪靈 都要離開 任何道教的邪靈 都要離開 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所有的邪靈都要離開 耶穌是得聖的主 得聖的王 耶穌是萬皇之王 萬主之主 你必然得聖的 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懼怕 有耶穌萬事足 有耶穌我們就有信心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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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 耶穌是得聖的 耶穌是得聖的王 得聖的主 如果大家有覺得 在祈禱的時候 有些偽門 你就按鎖在那裡 放鬆的人 吹他出來 深信耶穌會趕走那些邪靈 你就吹他出來 用耶穌的聖命 所有在任何人身上的邪靈 都要離開 耶穌是得聖的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大聖詞 Hallelujah 大聖詞 Hallelujah 大聖詞 Hallelujah 阿里路亞 基督已經得勝! 哈哈哈 得勝 得勝 哈利路亞 得勝 得勝 哈利路亞 得勝 得勝 哈利路亞 基督已經得勝! 哈哈哈 多謝天父 基督耶穌已經得勝了 全能的神是萬皇之王 萬主之主 已經得勝 魔鬼絕對沒有權命去攪擾我們 我們親近神、遵從神 處理一切生命中的問題 邪靈是沒有權命攪擾我們 我們深信我們有神的同在 神的大能、聖靈的同在 神與我們同在 求主聖靈大大充滿我們的心 充滿我們的心結淨我們 將裡面一切的邪靈都趕走 奉耶穌的聖明 一切的邪靈都要離開 所有負面的思想離開 幫助我們處理生命 所有負面思想、負面情緒 都幫我們處理 放手 對於任何人所做的不好的 我們都放手 人的問題是 他的問題不關我們事 我們不需要背上身 不需要憤怒 不需要生氣 不需要憎恨 不需要埋怨 也都千萬不要埋怨神 因為埋怨神 就會被魔鬼留地步 我們這些人的問題 不是代表神不好 只是人不好而已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對神是完全正面 感激神、歡喜神、愛慕神 奉耶穌的聖明 所有的邪靈都要離開 不能再留在任何人的身體裏面 不能繼續影響我們 奉耶穌的聖明 邪靈要離開 耶穌是得勝的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祝 complaints 祝您 爭eden 爭彌 爭影 爭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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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全能的神是德性的 耶穌是德性的 萬皇之王是德性的 我們信靠耶穌 什麼都不需要懼怕 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有神萬事足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重贊歸給主 榮耀重贊歸給主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我們全心愛你 我們讓你在我們心中作王作主 耶穌在我們心中完全掌管我們的生命 邪靈再沒有權兵在我們身上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耶穌已經賜給我們權兵可以踐踏蛇和戒指 有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滅什麼能 害我們 我們就不需要懼怕 我們奉耶穌的命 我們滿有膽量 滿有信心 剛強壯膽 靠著耶穌基督在主裏面 越來越成長 越來越得盛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所有邪靈要離開 主耶穌幫助我們 將心完全獻上給你 讓耶穌完全作王 完全得盛 感謝主 祈禱奉耶穌聖名 Amon Hallelujah I made it I made i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